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的视频主题就是解决嗓子的问题 嗓子有一些症状就是 比如肝咳 痒 还有痛 甚至有痰 一滴喘气不舒服等等 我们的方法用的工具就是我们的双手 然后我们讲一下具体操作 第一步就是先找我们的双手的劳工序 然后每个手的老工序应该认识到这个位置 然后第二步 然后找到我们前面的 在嗓子下面有个天突 就是这个有个窝 大概在这个位置 天突 然后第二个就是第三步 就找到我们脖子后面 颈椎漆和胸衣这个大胸去 然后一般有的人会这里面长个大包 但是正常的话就不会有 在这个位置 我手按在这个位置 好 当我们找到这两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的手可以 双手 老公穴也知道 然后男的可以用左手放在前面 拼头穴 然后右手放在后面 然后大腿穴 看 就这样放着 然后大腿 然后女的也可以 右手放在前面 然后左手放在后面 就是一个手的劳工 放在天突这个位置 然后就 就是放到这个劳工 对着放在 然后另外一个手放在 大椎后面 保持时间 操作时间是 15分钟以上 甚至有的时间比较重 有的就是 就是那个 嗓子不舒服的时间久了 需要20分钟以上 需要每天做一次 做多长时间 就是说 做到你的嗓子 感觉完全好 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你可以停止 也可以每天这样做 对你的身体 都有很多的好处 你放在这里面的感觉 是大概 30秒以后 快的就是30秒以后 就会感觉 头发热 就是两个手心 出来的热量 就是顺着你这两个位置 向你的嗓子里面 透进 然后你坐一会儿 你全身就会 有出汗的感觉 好 今天就录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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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